今天請來這位嘉賓 大家很少會在舞台上看到他們 他的功力和作品 你們一定會在舞台上看到 因為他是一位非常有名氣的舞台服裝設計師 他的名字很有趣 有兩個英文名字叫Andy Daniel 中文名字叫姚志康 Andy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Leon是我一個恩師 為甚麼呢 其實是他帶我入行的 為甚麼是Leon帶你入行 因為其實我1992年入行 我在一間公司工作 那間公司是專門做演唱會 那間公司基本上四大天王四大天后 全部都是他們做的 你原本就是一間 所有天王天后 都在我這間形象服裝公司裏面 找我們做衣服 那個個不看爭面都看佛面 那怎樣都會給你面子 然後我走出來 其實我走出來的原因是覺得 因為我不想只學做演唱會或者拍MTV 我想做多些範疇的事情 那我就出來做電影和廣告 那我記得我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白眼 但是黎先生跟我說了一句 我真的很感激 他說你不要擔心 你跟著我吧 我會看著你 即是你想想一個這麼大的天王 我只是一個年輕人 那時候我只有20歲 鬆一點 一個年輕人 他跟我這樣說 即是那個感覺是很溫暖的 但是什麼事令到Leon 他要對你有這麼深的印象 給一個這樣的鼓勵 你叫 年輕人不用怕的 跟著我 什麼事你曾經做過什麼 什麼漂亮的衣服 或者有什麼 很令到他印象深刻的一些成績 或者一些的表現 令到他被你打動 我想沒有的 只是人緣 可能是大家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還有可能他覺得 這個年輕人不會騙我 不會做一些事情傷害我 大家互相有一個信任和尊重 所以就一直保持下去 當然他 即是我走出來的時候 他不會一開始 就叫我幫他做演唱會 他都是慢慢滲透的事情 即是可能最初幫忙做Dancer的聲音 或者一些小的Event 一些小的MTV 慢慢做下去 然後才做演唱會 大型的事情慢慢上去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